照片无聊 加柔焦 氛围不好 加柔焦 环境太差 加柔焦 模特太丑 你在说谁 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喜欢在照片上加柔焦 一开始用在人像上 然后蔓延到风景上 然后连扫机也都被感染了 柔焦效果变得就像 镜头里的霉菌 到处蔓延 柔焦用的好 可以增加氛围 但是用的不好 就要让人呕吐 柔焦实际上是高光的发散 后期柔焦 是为了让亮度的边缘 像阴影渗透 让层次过渡更柔和 夜晚的城市 有阳光的树林 和其他类似场景 经常可以加入一些柔焦 来增加效果 不过大多数开阔场景 不适合柔焦 阴天拍的照片 加柔焦也不一定要看 因为这些场景缺乏高光 找到合适的场景 还要注意把握柔焦的尺度 做得太强了 看起来油腻 做得太弱了 看不出效果 操作办法很简单 增加一个涂层 做高速模糊 增加对比度 降低饱和度 再用绿色混合模式即可 但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柔焦 绝对不是万用的 手法不到位 会缺乏真实感 一个效果出彩 且有一定真实感的柔焦 在后期上 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也要花很多时间 去反复磨练手法 如果觉得后期费事的话 也可以在拍摄的时候 多下点功夫 比如说乌鸦这套作品 就使用了新芒柔焦镜 在获得新芒加成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柔焦效果 大大节省了后期时间 我更喜欢把新芒和柔焦分开 让一套片子 专注于某一个特效 比如说夜景环境无聊 但是点光也很丰富的时候 用nice的新芒镜 来增加特效 在白天阳光好 且环境较暗的情况下 用nice的黑柔镜片 给画面增加氛围感 这种前期拍摄柔焦的方法 不仅节省后期时间 而且真实感更强 如果注意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 镜片带来的柔焦效果 只存在于高光周围 其他暗部区域相对干净 因此在增加氛围的同时 不会让画面看起来很油腻很假 不过在使用的时候 一样要注意使用环境 如果是阴天情况 或者环境中 没有明显的高光的情况的话 那就要和对待后期柔焦一样 慎用柔焦镜 因为没有高光 没有光斑 本身就没有理由出现柔焦 凭什么指望柔焦镜 来拯救废天呢 所以咱们不仅需要拍片的力气 也需要使用力气的基本常识 无论你是选择滤镜柔焦 还是后期柔焦 都要注意 照片的题材是否追求柔美 要考虑拍摄环境 能否合适地呈现高光的扩散 还要注意高光的范围 大小和分布 能否产生好看的柔焦效果 把握好以上几点 相信你也能将柔焦发挥到极致 感谢大家观看这期的摄影三分钟节目 咱们下一期再见 我更喜欢把心芒和油焦分 油焦 这种前期拍摄油焦 会发现油焦效果 油焦 后期加油焦 凭什么指望油焦 干杯